今天我們榮幸邀請到陳龍正教授 他是西雅圖太陽大學的通訓教授 也是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的教育長 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教育部門 真是一個很大的大師 能遇到大師我們想要訪問你幾個問題 請問教授你已經教過那麼多的學生 有沒有特別印象跟透過對你影響很大的學生 教授你那時候透過什麼方式來拉進你看學生的距離 這問題不得很好怎麼樣去跟學生拉進去 我以前跟你們很多老師一樣我是國小老師 我現在在大學教書 我先講我以前在國小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學生 你知道當然老師很幸福 然後每天工作很累 像老師這樣來上課研究要抓緊時間 所以有些時候心情不好 那老師心情不好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每天都看那個小朋友很開心很快樂 他會上學 他上學他就慢慢地摸著學校的牆壁 然後45度腳連往上微笑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就一邊走邊摸牆壁邊微笑 所以用我的角度看下去那個小朋友的臉 我再有再多的不開心 或者覺得不如意的事情 我都覺得那時候就不見了 所以我就會每天上課找一張讓我覺得很開心的臉 然後我每天就會很開心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在政治大學 有一個引入印象很深刻 我有一天晚上在學校的宿舍區 聽到一個小女生的聲音 一個女生在哭 她就跌坐在地上在哭 而且叫媽媽 我一看 哇 是一個練研究所的女生 我就走過去 我說同學怎麼了 她說我跌倒了 我想應該是跌得不輕才對 所以我一看你跌在哪邊 她說沒有我就是跌倒 我就心裡想 那跌倒就站起來就好了 或是我在那邊一直哭 一直叫媽媽 就是她從小很會念書 媽媽保錄得很好 她去上補習班 去上課 媽媽會開車接送她 所以導致她連跌倒 她第一時間 她先想著 我的媽媽在不在旁邊 即使那個時候已經是 念到研究所 所以那時候就讓我有個想法 雖然很會念書 雖然功課很放 可是到了該照顧自己的年紀的時候 還是要學會照顧自己 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會不會講太久 我會不會講太久 那現在教導您在求學的日子裡 有什麼令你沒有生然後保養 還有教您的老師當中 哪一位令你印象什麼 喔 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我的指導教授 她對我非常地好 一般來講 指導教授大概是對學生的要求 你今天要教我一個作業 一定要看什麼書 然後寫完報告交給我 可是她不是 她在我剛到英國倫敦念書的時候 她就帶我去她家 她的桌上就跟你們教授一樣漂亮 就擺了七八瓶紅酒 小朋友不給你喝酒 然後告訴我 這瓶紅酒是紐西蘭的 這是澳洲的 這是法國的 奧地利的 然後每一瓶叫我喝一口 然後喝完之後問我是什麼感覺 我就講我的感覺 當初你是來做研究 是念博士的 而且你要做每個國家的教育政策 你要先去了解每個國家 他們的酒 他們的產地喝起來的樣子 是什麼樣子的氣候會有這種酒 什麼樣的人會住在 會活在這個生活底下 會在適應這樣子的氣候 然後慢慢慢慢就進到 我要研究我的理由去 所以我們要經常在倫敦的海德公園 上步聊天 就聊我們看了書 然後問題 就這樣慢慢上完 那我的學位就拿到了 所以 這是我 印象最深的一個老師 後面還有一百零三個問題對不對 對 對 雖然老師在這邊 但是老師要先講 讀書沒有那麼重的 但是它有前提 就是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主公意思嗎 讀書可以幫你 可以認識世界 可以讓你認識更多的人 讓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去看你想看的東西 但是前提是你想 想要知道你想獲得什麼知識 你想去哪些地方 然後你知道有需要了 你才來讀書 所以不是老師叫你讀書 你讀書 爸爸媽媽叫你讀書 你讀書 而是你覺得你有需要了 或者跟同學討論 你覺得我不如他 我想要超過他 所以我來多讀一些書 這樣可以 所以我大概會跟學生鼓勵 可以先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再去決定你要讀什麼書 然後老師就可以在旁邊幫忙你 給你一些諮詢 你都沒有記筆記 我這樣講也記得嗎 記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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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錄一錄起來 好 所以這個就是 跟學生來談整治讀書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